晚安 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会是如何呢 今天随着封面通过 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 感受上来说 北部东半部还是会有一点点湿湿凉凉的 有局部短暂阵雨 而其他地区呢 其实也是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 温度方面 白天高温 北部地区有18 20度的这个低温 中部以及东半部的地区大约呢 是在22 26度之间 南部地区是27到29度 其实这个夜晚到清晨 各地的低温是在15到20度之间 可以看到其实中南部地区的日夜温差还是会有一点点大的 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一定要随时留意天气上面的变化 降雨情形会是如何呢 带您来看到 其实在白天部分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降雨是比较集中明显的 不过其实到了晚上 其实可以明显看到这个雨区范围是缩小的 北部东半部只剩下一些些零星降雨 还有中部的山区偶尔会下雨 而到了明天呢 就能够更明显看到这个雨势 其实啊 都是比较集中在北部地区 宜兰跟花莲还有东部啊 都会有一些些零零星星的降雨 这些地区的民众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啊 其实出门在外一定要随时的攜带雨救了 那么接下来一周天气会是如何呢 带您来看到啊 其实星期一星期三到星期三这一段期间 受到了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啊 因此呢 北部东北部的天气是比较凉一些些的 其他地区早晚也是偏凉 北部呢 东半部是有局部的短暂雨 中部的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雨 其他地区是多云道晴的天气形态 而到了周四呢 因为东北季风减弱的关系哦 北部跟东北部的气温是稍微回升了 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雨 但到了星期五还有星期六 这一段时间 东北季风再度增强 北部东北部的天气是比较凉一些些的 而北部东半部呢 也会有一些些局部短暂雨 其他地区是多云道晴的天气形态 最后的气象调低您呢 要来提醒您哦 因为今天封面通过的关系 这雨势啊 其实跟昨天来相比的话 是比较趋缓的 但还是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啊 北部 东北部地区呢 还是要随时的攜带雨具 而因为这个东北季风增强啊 其实呢 这个北部地区降雨几率 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而台南以北跟东半部地区 还有恒春半岛要留意强阵风 以上是今天的气象 也请您持续锁定中天新闻 请客 欢迎订阅 请客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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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